今天是由馬沙買的 即朝一磅六或其中一磅七的雞翼 沒有雞翼尖 只有雞翼和雞翠 我們的做法都是一樣 看看有没有鸡毛和污脏的东西 要清洗碗 用盐洗洗 洗净 抹干它 洗净鸡翅 这一包大约有9只鸡翅 方便煮 我会把它分开鸡翅和鸡翅 在中间解开鸡翅 轻轻便可以 把鸡翅和鸡翅分开鸡翅 我们一起去煮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先煮熟鸡翅 要放一些味道 这里大约有800毫升的水 其实水浸过鸡翅便可以了 我放了半半八角 放了几片姜 不够的 我们要有味 那我就有三汤匙的盐 另外有一汤匙的盐焗鸡粉 先放入鸡翅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鸡翅进去 浸熟它 如果你想它更香 你可以加点葱 加一点麻油 一起浸 那些鸡翅 那些鸡翅 就会更香 那我们就可以 收到最慢的火 由它慢火煮 大约10分钟左右 鸡翅和鸡翅就熟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来浸醉鸡汁 那我们这个时间就预备醉鸡汁 醉鸡汁 就记住 花雕酒一份 鸡翅一份 然后加糖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自己看看 总之就要最好盖面 那我今次就预备了200ml的花雕 然后还有200ml的鸡翅鸡 然后呢 就要放2茶匙的糖 可以去掉那些酒和鸡翅鸡汁 那另外呢 加些麻油下去就香很多 那我们呢 就做好了这个浸的汁 这个汁呢 基本上你浸完一次之后 都可以翻用多1-2次左右 你可以加下去 再加一些酒和鸡翅鸡 那又再去浸第二次的 那好吧 我们先看看鸡翅鸡 那鸡翅呢 其实慢火 小火浸了10分钟 那我想它入味点 我就再关火 再浸多它 大约3-4分钟 让它入味点 那些鸡翅鸡 就应该熟了 那就是那个 你刀一刀进去 没有血水出来的 那就应该熟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将鸡翅呢 预备一煲冰水 立即将鸡翅鸡翅 放入冰水那里浸一浸 好 好 最后一个步骤点 我们浸了冰之后 就直接将鸡翅和鸡翅 放入酥鸡汁那里浸 好 刚才我们已经做好了 那些酥鸡汁 就放进去 尽量要浸过面 拿个大一点的 平一点的盘 就不用拿这么多酥鸡汁 那就尽量浸 那起码要浸去 6个小时 或者8个小时 那如果你打算夜晚吃的 你最好就下午做 那我们这个酥鸡翅呢 浸完之后就完成了 那我们这个酥鸡翅呢